在台北找年位來迪化街 准沒錯 他上面寫說 不要問我賺多少都在這 我要包給我媽 因為他每次都問我說 你薪水有沒有長 不好說 但是我的所有心意都在這裡 要長輩們別問薪水了 或者單身驕傲別催婚 逗具紅包春蓮琳琳美目 年貨大街檔旗習人氣 背後藏有大商機 一包兩百克 兩百克 對 我們三包五百 所以你三包是六百克等於一斤 不怕被試吃 攤上賣力頻促銷 因為在這擺攤的每分每秒 都在燒錢 小小不到一瓶大的攤位 一天得扛十幾萬營業額 一天平均至少要二十萬以上 你才有辦法就是有 算是有賺到利潤 因為平均下去 你的人事成本 店租 然後考手 跟我們後面考的區域 也是要額外付租金 看看地板上隱約的紅色線條 劃分每個攤位範圍 以這一家邊間店面來說 就在峽海城隍廟邪對面 年貨大街的中心點 店門口左右兩個門柱 各租一攤 租十四天 租金十四萬幾跳 轉角還能再租給年糕攤 因為空間比較大 一坪多一點 租金可漲到十八萬 店家光靠和攤商收租金 一個年節檔期 進賬將近五十萬 一天的營業額大概要做到多少 大概要二十 那一天真的可以做到二十萬嗎 要努力 都可以啦 基本上都可以 因為我們在這邊十幾年了 客源都很穩定 多怕高租金 就怕客人不光顧 攤商辛苦賺 一部分收入上繳攤位租金 迪化街的黃金柱 堪稱最強印鈔機 靜新聞我要聽陳志豐 參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